这个变态的男人有个奇葩的品货 他对妻子的脖子无比的迷恋 可他居然在一个陌生女人身上 发现了和妻子一模一样的脖狗 原来那天他威胁海拉 如果下金不出面签约就取消交易 海拉实在没辙 再次去求助郑元说服玛丽 还是被郑元断然拒绝 于是他暗地里偷偷约了玛丽出来 告诉他画廊现在濒临破产 一直是郑元用医院的资金在支撑 现在有个机会需要他的帮忙 可玛丽一听说要他以下金的身份 单独面见变态老公 不禁吓得浑身颤抖 虽然他现在已经成功换脸 可深入骨髓的恐惧 不是一时之间能忘得了的 回到家后 玛丽给闺蜜喜善打去电话 果然得到的讯息和海拉说的一样 画廊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 玛丽左思右想彻夜难眠 想到这是唯一能报答证员的机会 她给海拉打去电话 说自己愿意去和爸总签约 让她把下金以前的资料传过来 玛丽知道自己的变态老公非常精明 不准备的万无一事肯定会被试破 她开始研究下金过往的视频 牢记她的言谈举止 一切准备就绪 玛丽挽起了她的长发 第二天下午 玛丽打扮好如约来到了画廊 看着迎面而来的变态老公 玛丽用微笑来化解内心的恐惧 可是爸总要求清场闭馆 她要单独听下金馆长的讲解 没有选择的玛丽只得答应 她强忍不是给爸总介绍作品 掩饰不住的紧张让她浑身冒汗 爸总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 心里却有的说不出来的熟悉感 就在此时 玛丽脖子上的丝巾突然滑落 爸总伸手去帮她捡了起来 可是一抬头却惊呆了 她发现下金的脖子 居然和她妻子玛丽的一模一样 她对妻子的脖子实在太熟悉了 可这女人明明不是玛丽啊 她把丝巾递给下金后 一个人冲进洗手间 用冷水敷脸让自己清醒过来 虽然爸总对这一切心存疑虑 不过合同还是按计划签了约 玛丽礼貌地把爸总送到电梯口 爸总突然发问 玛丽紧张地握紧了双手 送走了心目中的温审 玛丽浑身发软像是被掏走了灵魂 她和海拉说以后 不要让自己再假扮下金了 然后就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了出去 此时郑元刚好从外面回来 看到失魂落魄的玛丽 恍惚间以为看到了自己的妻子下金 不禁脱口而出妻子的名字 玛丽愣住了 原来自己在郑元心里 自己一直是她王妻的替代品位 郑元安慰着怀里的玛丽 猜想肯定是海拉倒的鬼 让玛丽来和爸总签约的 她怒气冲冲地来到画廊兴事问罪 海拉本想和她一起庆祝签约的事 现在看到郑元如此生气 知道她已经爱上了冒牌下金 海拉决定不忍了 自己暗恋了郑元十几年 现在不能就这样白白逝去 她向郑元表明了自己的心机 被她说出了埋藏在心底多年的三个字 可是遭到了郑元无情的拒绝 说自己只是把她当朋友和家人 今天她说的话自己会忘掉 看着郑元决决远去的背影 海拉心里产生了浓浓的恨意 可他们不知道 他俩吵架的画面已经被女警拍下来 发给了爸总 这下爸总知道自己该从哪下手了 第二天他就找来了海拉 许诺他会让他的画廊做到全国最大 不过需要答应一个条件 海拉自然是心领神会 他把玛丽约到餐馆见面 然后借故说要迟到一回 玛丽也为多想让她别挤 可是一抬头 却看到此生最怕的变态丈夫 爸总咄咄逼人地问她 为什么今天没带婚结 我子也不带丝巾 玛丽被问得手足无措 好在郑元即使赶到 也不想和爸总多做纠缠 就把玛丽送回了她的出租屋 可是他们没料到 爸总的车也悄悄跟在后面